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有关的这部分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这个在魏晋时的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蒙古族的早期的 使用广义的使用蒙古语的民族的这个鲜卑族呢 就分裂了分为两支 在南面的被称之为契丹 也就是后来建立辽朝的契丹人 所以契丹族 契丹人也是广义的蒙古人 那么在北面的是市围 就是今天的这个大清安岭地区 我们中国东北的大清安岭地区 在市围人中间 根据这个记载唐代历史的两部主要的诗书 两堂书 也就是新堂书和旧堂书的记载 市围有很多部落 那么中间呢 有一个部落被称之为蒙乌 市围 那么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呢 居住在今天大清安岭的北部 呼伦贝尔草原以北 今天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结合 就是黑龙江的上原 我们今天叫做俄尔古纳河 俄尔古纳河地区 就是蒙乌市围的居住地 那么当我们讲到 成吉思汉和他的近亲 他的部落 也就是狭义的蒙古人 那么这个 学历史 学文献 学中文专业 都马上就要问了 那么记载成吉思汉的历史 最准确的历史资料 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现在呢 我下面就要来介绍 这一点 就是史料 史料呢 记载成吉思汉 和他的 这个祖先的历史 最集中的资料 当然有很多分散的资料 最集中的资料呢 基本上分成两种 第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 元朝秘史 又叫蒙古秘史 元朝秘史呢 是明朝的人 给他写的确定的名字 它对应呢 就是蒙古人的秘密的历史 因为元朝秘史和蒙古秘史 是同一部书 只是不同的学者 从不同的学术的角度 对他的称呼 称名元朝秘史的人 就是既然名人已经定了这个称呼 这个标题 书的标题就写的是元朝秘史 那么我们就一直沿用至今 这是一个正式的名字 而用蒙古秘史 因为他的蒙古文的原文 他自己叫做蒙古秘史 只是你明朝人把它翻成元朝秘史而已 所以我们就翻成蒙古秘史 都是对的 那么这一部书呢 是蒙古民族最早的第一部史诗 他写作的年代呢 作者没有明确的属名 他只说了写 写于属儿年 也就是十二生教中间那个子属年 子丑英宝那个子属年 那么究竟是哪一年呢 大家最多数的学者 认为是这个一二四零年 这个数年 然后经过后代的蒙古族的史辰 史迦 对他添加了内容 所以呢 你在这本书中间 也可以找到一二四零年以后的内容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 是一二四零年 认为是下一个数年 所以也有一二五二年 这个数年之说 也有一二六四年 那么主要的依据 就是这个 这个书中间 根据这个书中间 后面超过一二四零年的内容 大家的依据是同一个依据 只不过从不同的学术角度 来解说 但是很 有一点 大家是共同的 结果这个书的主要的部分 记载的是一二四零年以前的 这个 成吉思汉和他的 儿子 他的继承者 物贺在元太宗的 历史 那么这一部书呢 在元朝被政府是认为秘籍 皇家的秘籍 汉人的史诚是不能看的 那么到了1368年 元朝灭亡 徐达 朱元璋派徐达 率领军队 进入了元朝的首都 叫元大都 元朝叫戴都 蒙古 最后一个皇帝 元朝最后皇帝 元顺帝 仓皇逃跑 连档案都来不及带着 就跑了 跑了呢 所以这个记忆在 成吉思汉历史的秘籍 就落到明朝人的手里 明朝呢 为了继续和逃到草原上的蒙古人交往 明朝要 明初的明朝要培养翻译 培养翻译要有教科书啊 最好的教科书 那种蒙古人自己写的东西 那么明朝的 就把这个四仪 建立这个四仪馆 教外语 教少数民族语言 教蒙古语的时候 就把这个元朝秘史 作为教科书 但是他用蒙古文写成的 读起来很困难 他就把在蒙古秘史旁边 都标的全是汉字 标的是他的音 一个个注音 可是到了后来 这个元文丢掉了 剩下来的 全部是汉字的注音 那么加上呢 每一段 每一节 后面有一个总译 就是这一段话 总的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一段讲的是 陈吉思汗的 多少代的祖先 那一段讲的是 陈吉思汗 他的父亲怎么娶 他的母亲的 一段 那么后人 也就是说近代的学者 根据一段一段的总译 把它划分 划分成两百多个节 为了引用 就引用 多少多少节 就是这样划分的 就是原文的注音 加上这个节 这就是元朝秘书 这样 这本书 这就是蒙古人 记载陈吉思汗的历史 由蒙古学者 元代的蒙古族学者 自己学下了 蒙古国时代的 这是第一 那么这部书呢 草原上的人 蒙古人 走了以后 你不能说他全部 重要的材料都没带走 陈吉思汗的东西 他是带走的 带了一部分 所以呢 到了这个清代 这个蒙古人 自己写各种各样的 他们也写历史 他们在草原上继续写 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中间 有一本书 我们把它叫做黄金史 那么这本书呢 中间学者们发现 有很多的段落 是从元朝密史中间抄来 所以呢 现代的学者们 在有一部分 元朝密史的内容 可以知道蒙古文的原文 是什么样子 而不是用汉字记的 这我们讲的就是 记载成吉思汗先祖的 第一种史料 密史 元朝密史和 从他元朝密史 流传出来的黄金史 这是第一个系统 第二系统 我们知道 每一个 王朝灭亡以后 既之而立的王朝 都有一个 我们讲的 传统 就是要替前代王朝 修史 那么朱元昭 在打下了北京以后 在南京 这到南京呢 就开局修史 修元史 元史中间的第一卷 就是太祖本纪 成吉思汗元太祖 成吉思汗本纪 那么因此 元太祖 成吉思汗本纪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也是 清自远征的记录 叫圣武清真录 这是第二个 圣武清真录和元史太祖本纪 非常的接近 我们可以确信 元史太祖本纪在写 撰写的过程中间 或者是 参考过 圣武清真录 或者呢 就是 使用过 编写 圣武清真录 这本书 的原来的资料 或者是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是最有意思的 也就是中国 历代王朝都 没有的现象 就是在伊朗 13世纪末 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叫 拉什都丁 我们翻前汉文 他叫做 拉什都丁 他是成吉思汉的孙子 忽必烈的弟弟 须列乌 所建立的 那个伊利汉国的 一个使称 他呢 在蒙古 在伊朗的蒙古君主的 命令之下 编了一本书 叫做史籍 历史的汇籍 那么这个诸史之汇籍中间 有一部分 叫做成吉思汉 本记 那么成吉思汉本记 所记载的内容 如果我们一条一条的对 和圣武清真路 和原始 太祖本记 非常的接近 不但这个内容接近 人的名字 如果我们把波斯文 拼写的人的名字 还原 把它翻成汉文 对应汉文 非常的接近 那么学者们 做过研究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元代的宫廷 曾经 向 在蒙古帝国内 成吉思汉的子孙 建立的其他王朝 都送过 金册 金字的金 一册书的册 那么意思 就是把皇帝的 这个官方的历史 要送给你 所以呢 拉斯多丁 这个伊朗的 这个波斯的 古代的历史学家 在编写成吉思汉 本记的时候 他参照的就是金册 那么因此呢 我们讲的 刚才讲的 圣武清真路 和原始 编写的时候 他的依据 肯定也是金册 甚至有学者怀疑 这个所谓的金册 可能就是 圣武清真路 有的学者怀疑 这点我们就 不多讲 那么这两种 主要的历史资料 也就是说 这个 原始 太祖本记 这个系统 和元朝 密史 这两个系统之间呢 有很多的相似性 记载重要的历史 成吉思汉打败这个部落 成吉思汉又年的历史 成吉思汉怎么样建立 他这个蒙古国的 第四点 我们就要讲一下 成吉思汉兴起时代 这个草原社会 这蒙古草原社会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辽京时代 就是成吉思汉 祖先的时代 那么这个时候呢 蒙古思维 已经是一个 人口众多的 一个部落了 那么 大家会问 这个成吉思汉 和他的祖先 这个蒙古书类 不是居住在 俄尔古 那和流域吗 他们怎么会 跑到蒙古 草原上来的呢 那么这就是 涉及到一个 一个话题 叫做蒙古草原的 蒙古高原的蒙古话 在隋唐时代和 隋唐时代以前 蒙古草原 主要是使用 突厥语的民族 在那里居住 在 唐初以前 曾经是铁乐 高车 各种各样的 使用突厥语的民族 那么到了 唐初和唐中期 是突厥汉国 前突厥汉国 后突厥汉国 是阿什纳 汇族建立的 那么然后呢 突厥汉国 灭亡以后 又是回合人 回护人 我们讲的今天 我们维吾尔族的祖先 曾经在蒙古高原 去住过 但是呢 到了公元 八百四十年 蒙古草原 发生了一个 巨大的变化 就是唐朝的后期 什么样的变化呢 居住在蒙古高原 西北部的 一个部落 我们唐代 把它翻成叫 侠喀斯 或者基嘎斯 就是我们今天 中国把它叫做 克尔克兹族的族 族先 在境外 独连体叫做 基尔基斯 基尔基斯斯的 这个民族呢 把居住在蒙古高原 中部的 回护 这个汉国给消灭了 回护人就逃了 有的人 渡过了沙漠向南 逃到了今天 和西走廊地区 有的人向东 到蒙古高原向东 进入大兴安林 以南 辽河流域 被视为人所消灭 其中最主要的一只 十五个部落 向西 越过了 这个阿尔泰山 到达了今天新疆的北部 就建立了 高昌回河 这就是后来今天 维护尔族 为什么定居在新疆的原因 那么这样呢 蒙古高原 就出现了我们叫做 政治真空 草原的强权 被消灭了 没有更强大的部落 统治 那么这样呢 我们知道草原是不会 不会荒芜的 你不来放牧 你控制不了 别的游牧民族是自由的 它就会过来了 那么这样呢 唐朝后期 蒙古高原的政治巨变 回河汉口的灭亡 造成了政治成功 为居住在大兴汉里 蒙古高原 高原东部 俄尔古纳河地区的 蒙古市围 成吉思汉的先祖 提供了一个条件 哎呀 新年这么好的牧场 那么当然 他们就游牧过去了 那么在蒙古高原东部 很重要的河流 克鲁伦河 阿河沼河 都是从蒙古高原的中部 向东流 所以呢 他们就顺着这样的河谷 顺着蒙古高原 东部的大兴安里 西路的河谷 一直向西走 就进入到了蒙古高原 所以呢 逐渐 蒙古 蒙屋市围的西线 逐步逐步地 使蒙古高原 蒙古化 被使用蒙古语的民族 所控制 那么 那么在草原上 当时呢 在成吉斯汉先祖时代 除了蒙古市围的后裔 这个蒙古部以外 还有大大小小的蒙古部落 有数十个 比较重要的 比方说居住在今天 呼伦贝尔地区 有塔塔尔部 我们又称之为达达 达旦达达 今天这个名称 我们中国境内有一个 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叫塔塔尔族 被他们竞争下来 那么这是成吉斯汉西征 把一部分蒙古人带到了福尔加河流域 在福尔加河流下来 一部分当地的民族 被西征的蒙古人所征服 采用了达达这个名字 所以俄罗斯有个达达族 这是第一个 那么在呼伦贝尔以南 今天的辽河上游地区 辽西这个地区 有重要红吉拉特部 今天的这个蒙古高原的东部 和俄罗斯远东交接的地方 也就是俄尔古纳河 俄嫩河的上游地区 有密尔吉部 蒙古高原的中部 有克列部 这个蒙古高原的西部 杭爱山 阿尔泰山地区 有奶蛮部 这都是非常强大的 这些草原的部落 那么蒙古部呢 是其中的一个 就像我们战国时代 这个群雄 这个足路中原一样 当时呢 蒙古高原也是群雄足路 成吉斯汉所出的这个 所诞生的蒙古部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部落 当时各个部落呢 它的社会都是分成 这个牧民和贵族 我们翻成汉文 叫纳盐 那里的纳 颜色的盐 就是领主 这个牧民呢 都分属于 不同的领主 那么领主下面呢 还有 除了牧民以外 还有奴隶 除了部民以外 还有 还有奴隶 奴隶一般是 战败的部落 归属于 战胜者 替战胜者 放牧 战争要出兵驻战 那么另外呢 通过婚姻关系 这个领主家的女儿 出嫁 那么会作为陪嫁 会带走 带走自己领主的家里 一部分 富士这个出嫁的女儿 娶进 媳妇的时候 从临近的部落 那么都会带来一些 其他部落的 这个署名和奴隶 这样呢 他加入了新的主人 家里 他仍然是保持 这个自己的奴隶的身份 分成领主和奴隶 而这个 承继四汉呢 他是出自于 蒙古部的 一个贵族的家庭 就蒙古部的贵族呢 有各种各样的 他并不是说 他的贵族 我的名字就叫贵族 贵族有各种各样的称谓 比方说带兵打仗 很英勇的 被称之为 巴阿托尔 带兵出去 有的人叫 密尔干 或者密尔监 那么这个称谓呢 是夹在他的名字的界面 某某某某巴托尔 某某某某密尔监 某某某某某薄言 等等 是作为他的头衔 称谓的一部分 这个 那么部落的首领 被称之为 汉 可汉的汉 但是在当时基本上写成是西汉的汉 罕见的汉 是这样写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时草原的经过 那么牧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两种 第一种是游牧所得 那么就是放牛放马 我们不要以为游牧民成天的都可以吃肉 肉身口是非常珍贵的 不见贵客家里没有重大的贴人身口 什么都杀了 一直今天到今天 你如果到草原上到哈萨哥人家 他宰一只羊 他要来给你看的拿给你看 他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明我静了代客之道 我为你专门宰了一只羊 他杀好以后要拿来给你看的 那么平常牧民主要的食物是奶制品 母羊 母马 母骆驼 母牛脊的奶 这个奶做成奶酪 新鲜的喝 奶酪做干的 这是半干 像豆腐一样的 这个奶酪 我们讲的牛奶就相当于豆浆 然后经过发酵以后 凝固了 相当于酸奶 酸奶相当于豆腐脑 然后我们把酸奶的水分压掉 那就奶酪 奶酪就相当于豆腐干 那么蒙古蛋产仍然不能长久保存 他就会把奶酪切成片 放到太阳底下爆晒 奶酪蒙古 今天我们叫做奶豆腐 爆晒最后晒成 干得像小砖头一样的块 那个叫 那个叫奶疙瘩 这是当干粮的 平常放木的时候 放一把 放在羊皮袄里面 放在肯定用自己的唾沫 慢慢把它的融化 纯粹的蛋白质 组成了高蛋白 这是牧民的主要的 这个食物 牧民的主要的食物 那么这就是他们的 基本生活的状况 所以牧民 由牧的军队 出征的时候 基本上不太该了 牲畜随行 牧要吃的时候 没有了 我们汉族的军队是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你粮不准备出 你是不能作战 那么多军队要吃 牧民的牲口到处 随便就吃了 实在不够 不够他就假了 游牧民族的军队 就是这样 这就是草原 在蒙古民族 成吉思汗兴起之前 大体的这个社会 状况和图景 那么现在呢 我讲的就这样 下面呢 因为我休息一下 我再讲 成吉思汗的童年 好